好,例如12.10 如果直线Y到X加3碰到一个parabola是于1点 这个parabolaY到X2-4X加K 你找个K的value 我说不定是touch at only one point 其实touch都是暗示了1点而已 only one point 即是说如果我们解决这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做到最后X才会得1个答案 一个答案就是说他们的discriminate是会等于0 那就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去找K 但我们全靠它了,discriminate就会等于0 那为什么discriminate就会等于0 因为是touch at one point 再两个就可以解决这个equation No.1 and equation No.2 找1等于2 将X移动到一边 好了,应该有加K减3 其实是constant term来的 所以这里是 你当它一个object,一件东西 好,因为它告诉我们X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第一个point of intersection 所以我们说他们的discriminate是等于0 那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discriminate是等于0 因为它只有一个point of intersection 那应该就成为我们的条件 那就是b²-4ac 那留意这个写法呢 就要看一看你的abc呢 知道有没有出现 有时候呢,一个图片说abc呢 那你就不用写b²-4ac才可以 因为你看到有时候都很confusing 那b就在哪 b-6a-1c-3 小心点这个,好容易错的 咦,不可以solve the k呢? k呢,是12 换过来说呢 这个呢,就是x²-4x加12 就是那个答案 好了,我们再次验证一下 那个palm线的直升位 真的touch at one point 那如果equation呢,就是 他说画出palm线呢 就是yx²,正x² 所以open numbers 高一点的这个 就是x²-4x加12 这个看得出他的y-1c正12 然后呢,正12 因为x是0,y就是12 这个y-1c很重要的 这个constant term呢 比较容易定到的palm线的位置 那另外呢,第四就是yx加3 slope intercept form slope是正2 所以slope由左到右向上斜 正3-1c正3 正3 真是个刚刚双交约点 39 放大一点 然后呢,就是 这条线呢,就是这个palm线的 对的,是tangent touch at one and only one point 下3-2c 就这条线的 这条线呢,就是它 这个顺利用战 就算是就算中了 我可以开门的 我可以开门的 一块 我可以开门的